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风天车我们经常说它的优点是没有明显的缺点 就是说方方面面做的均衡 无论是动力 油耗 耐久性 品质 保质力都是一等一的 非常好 它的这个做的均衡也是说明啥 它比较平庸 你说不上它有什么太明显的优点 像这一代是换代产品 新卡罗拉跟最新款的相比 它是前一款 但这一代车保有量非常大 15年3月上牌 本地一手 才跑了8万公里 自动标配的 卡罗拉还是灰的 白的多 像这种黑颜色的卡罗拉确实非常少 这车的空间要比一般的家用车要稍大点 所以网约车经常用这个车 这车还有双形的型号 油耗能做得非常低 五六个 自动挡的卡罗拉 早期是CVT 就是花光卡罗拉 后期是CVT 模拟八速的 品质耐久性 相当好 没什么负面缺点 动力1.6的VVTi发动机 够用 实际这个车的实际成交价 8万多一点 我们经常卖 市面上很多 它是比正常的车要贵 跟它的竞争对手相比 它卖的偏贵 但是这车保质最好 你用一段时间再卖 它也一样 就是买的贵 卖的也贵 这车我们验了 只有局部的刮蹭补器 没有试过 行驶8万公里 8万多块钱就能拥有 变手 代步 过渡 都OK 这车手动 自动 双形 油耗都做得很理想 我们的经验是双形五个左右 手动挡的七个半 自动挡的也差不多 它在CVT的变速箱七八个油也够 在这个级别车里边 它绝对算是省油的车型 这台黑色的卡罗拉 内饰是双色设计 顶上是深灰 底下是米色 搭配哑光的亮条 这个用料谈不上有多么厚道 都比较硬 塑料感十足 但是做工还可以 三幅式的方向盘 配置卡罗拉是1.6VVTI发动机 CVT模拟发速 带手动模式 还带运动键 我们来看点这边 电动门窗 电动后视镜 四门电窗 然后手刹车是标准的机械式的 这个地方有点烟器和烟灰杠 这个车主没在车里抽烟 遥控钥匙 基本上常见的东西够用 这是个自动标配的 不是真皮座椅 没有天窗 但是够用 车主基本上卖的时候都会升级 大屏倒滑 倒车影像 看着还有点档次 卡罗拉的优点是空间好 然后动力够用 油耗底 保养便宜 所以现在有很多网约车用它 非常多 这个车的前后空间 拉四到五个人 不压抑 虽然它是一个家用车 但是紧凑型的车 但是它有一些空间 不会比一些B级车差 这是它的优点 卡罗拉的后排空间 值得撑到 你看一拳零四指 甚至两拳 西部空间好困长 头部空间四指 而且这个车的地台高度很低 这个车 拉两到三个人没有任何问题 可惜没有后空调出风口 也没有装上扶手 作为家用车来说 用还是够用的 这个车配置没什么亮点 但是空间好 油耗低 动力够用 养护成本低 高保值力 这是它的卖点 你看这个空间 真是赶上有些B级车 所以干网约车 空间要求高 油耗要求高 保养便宜要求高 它符合这些要求 所以能用住 而且耐久性相当好 保值力特别优秀 你买的时候不便宜 卖的时候一样能卖成价 卡罗拉还有个孪生的兄弟叫雷灵 它的前脸和车尾略有区别 总体的样子和动力种长都是一样的 这是一期风天的卡罗拉 它的灯和亮条和雷灵略有不同 这个车的大小比较够用 目测行李箱容积400升以上 将近450 然后备胎是全尺寸的 但是是铁轮 所有工具什么的都长长齐齐 这么大的行李箱开口和近身 就是说它作为网约车 拉点什么常见的行李什么的 是够用 家用和办公干网约车 卡罗拉是经过市场检验的 咱们的很多城市 甚至在国外的很多城市 很多出租车都用它 为什么 皮脂抗躁 经济省油省心 所以卡罗拉的高保质率 造就了它的品质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 跟汽车相关的问题想问老胡 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 胡坎汽车 点击并留下您的问题 老胡会在下一期节目中 为大家做一遇解答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